明朝年间 浙江有位商人叫贾一锋 为人憨厚诚信 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贾一锋平日喜欢拜佛念经 供养三宝 但是琪琪不学佛 爱慕虚荣 对贾一锋供养菩萨心怀不满 所以与当地的流氓康复 将期串通策划谋财 那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 见坊间的贾一锋似有血光之载 与慈悲帮他度过此劫 菩萨化身为一位老者 坐在贾一锋回家的路上 贾一锋看见一个老人家坐在路边 老人家你怎么了 今天上山砍柴 不小心摔了一跤 走不了路了 我正要下山坐船 如果您不介意 我来背您下山吧 贾一锋说着便背起老人往山下走 到了山下 老人家就对贾一锋说 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我送你四句话 万万要牢记 风桥莫亭舟 风游击莫头 斗骨三生米 轻盈鹏彭壁头 说完 老人快步拂袖而去 贾一锋 贾一锋很奇怪 刚路都走不动的老人 现在竟变得如此精神 贾一锋乘船回家 远远地看到前方有一座桥 他想起刚刚老人说的话 便让船家经过桥下时 划快点 贾一锋 刚刚离开桥时 一块大石从桥上 铺通落入水中 和桥下的船擦身而过 贾一锋吓得一身冷汗 他想起刚刚那四句话 难不成老人家是活菩萨 躲在桥上的康七 见自己的阴谋 并未得逞 又心生意气 准备晚上到贾一锋的家中 趁他熟睡时扎了他 晚上睡觉前 贾一锋见妻子的梳妆桌上 放着一瓶香油 便倒了一把 抹在了头上 到了半夜 康七摸黑来到贾一锋的床前 他闻了一阵香油味 猜想此臣一定是贾一锋的妻子 于是康七便举刀砍向另一个臣 被杀之臣还来不及叫一声 便一命归息 第二天贾一锋醒 几乎吓破了胆 自己的妻子 不知什么时候竟死掉了 身上血迹斑斑 他连忙报了官 心灵怀疑是贾一锋 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要做判决 贾一锋谋害劫发之妻 打入死楼 凑后问斩 冤枉啊大人 贾一锋连忙喊冤 将遇见老人的事 公述一遍 人怎会有如此神算之人 大胆刁民 休要糊弄本官 在县令诺比准备写下判决书时 一只轻盈飞来抱住笔头 挥之不去 县令疑惑不已 一道金光闪现 观金菩萨现身于公堂之上 贾一锋心地善良 不会杀害发妻 真凶仍然逍遥法外 你们可到每家每户搜查 仔细寻找 看神明刚有三生米 定有收获 感恩公关心 你神雅菩萨 不在乎的点话 广令等人 这才知道 这是观音菩萨 起来点话 连忙口白 最后 限定派臣全程搜查 一会儿 市卫便压着康七 回到了亚门 原来 康七昨晚行凶之后 心中害怕 便将凶器 藏在了米中 当地人也有感菩萨救度众生 纷纷念经行善 礼敬三宝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被称为清净观音